我是曾家豪 我是澳门人 我在1988年出生 现在我在深圳创办了一个互联网企业 做的是法律服务平台 毕业之后回到澳门的时候 我是先去了银行工作 之后我就去了 在澳门一个立法会议员的办事处 帮他当一个议员助理 包括一些对不同法案 草迷的一些意见 还有一个需要去提出这个措施 也通过这个几年的一个助理的角色 加深了现在法律方面创业的一个体会 这个是我们在深圳的一个总部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设计部门 APP的一些外观 这些外观都是通过他们设计在网上 就是我们的市场推广跟媒体宣传的团队 所以当时觉得法律这块感觉 内地现在很多包括律师住行 都有一些通过移动互联的方式去完成 但是法律这块是相对来说少的 希望尝试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可不可行 那我们的APP主要就是说包括一些法律咨询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一些律师去支持那个咨询 律师的助理 通过一些高校的法律系的学生 给他们提供一些基础的任务等等 为什么会想说创业做自己的事情 可能自己性格也不太喜欢太安逸 然后加上身边很多内地的同学 就你们澳门人很安逸 什么学学边边拿几万块工资 确实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不服气 觉得作为大家都是中国的年轻人 为什么给人说成是很安逸 外面的世界很大 应该去走走看看 是抱着这个心态去出来的 过程是可能人家也不理解 也跟一些前辈去聊天 他们觉得以前的话 可能90年代 港澳人来到内地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在港澳赚不了钱 或者是换不下去又到内地 但我现在跟他们说 其实不一样 反过来 现在是你来到内地 你也需要有足够的能力 或者说你有足够的见识眼界 或者说你有那个 找到那个市场的切入点 你才能在这边生存 对于我们澳门人心的人来说 应该是多把握自己的一些机会吧 应该说 特别是现在内地发展这么多机会 当然来说 当时的工资可能会有距离 但是我觉得未来的发展 大家的见识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没有什么